多少岁能割双眼皮 赵琪山东大学体录医院医疗美容科 主治医师 多少岁能割双眼皮 我做的最小的顾客是12岁 主要还是看第一个 你适不适合做应不应该做 第二是什么呢 要看你这个顾客的这种心理状态 能不能接受手术 因为我们做做双眼皮手术呢 它是一个橘马手术 橘马手术整个手术过程 这个求美者都是清醒的 如果你接受手术的人年龄太小 或者说他的心理素质不好 那你可能在手术过程中 他不能很好的去配合你 你比如说打麻药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痛 如果接受手术的人太小的话 他可能就一痛 他会哭闹或怎么样 他就不愿意做了 但是如果说 我们通过数前的这种沟通 觉得他是一个很了解 这个手术的过程 并且心理素质足够好 可以接受这个手术 并且呢 他的这个眼部情况呢 又比较适合来做这个手术的话 那我们就会去选择去给他做 但是一般的不建议大家 过小来做这个手术 因为青春期的时候呢 人脸还会发育 如果过小做这个手术呢 在发育之后 人的脸型会有所变化 怎么讲 就你成年之后的样子 和你手术的时候的样子 可能会有差别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一般在18岁左右 等你青春期结束 脸基本定型之后 再来做这个手术会更好一些 专家提示 年龄不是割双眼皮的主要因素 但是不建议年龄过小的割双眼皮 割双眼皮的条件 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 个体是否适合做双眼皮 二 个人心理状态 就会给大家去找吧 那么就想了什么 多不复充 就是 不复充